他們決定了要正式追討我二百多萬的新津 其實我聽到也覺得很惡言 非常惡言的事情 當然我也不害怕 因為我覺得公道自在人心 我是得選民的委託來到這個立法會議會 我行使我的職權去到去年的7月14日 梁君彥和有些議員說 我領取的新津和新水津貼都要全走追回 我覺得是完全不合乎 你亦都不合乎普通法 如果他覺得他要追回我 他是要確定我一定不是議員 公司未議員 意思是我的議員的資格 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恢復 當然有機會永遠都不恢復 劉慧貞和梁重恆都是整件事完了才追回 你處於同一個問題 是有三四把尺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真的不明白 我也很想請教他們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恆管會覺得 你都沒有理會我 所以我現在就要發脾氣 要追討快275萬公帑 那是好笑的 沒有理會因為我沒有答到你 就被剔除了 你給了一個所謂 我不知道那些什麼叫做offer 是不是? 你不是很大的 你沒有offer 那我現在懲罰性 大哥 現在玩泥沙嗎? 這是立法會來的 大哥 我真的覺得好笑 我再說一次 其實第一 我不認為我應該被施奪資格 我正在上訴 所以上訴未完之前 我的資格 我議員的資格是有機會恢復的 所以立法會現在 無論怎樣去說也好 他現在立刻要追討我的新津 是不合適的